我們現在從軟體端來介紹 我們第一個跟老師介紹一個雲端的AI去備 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位老師來前面一起玩 還是校長願意嗎? 找機會跟校長合照一下 我們這個AI小幫手就是這個自動動力運動教授 他很聰明 現在兩個人他就會自動退後一點 那你校長跟你一起拍 來鏡頭在這裡,藍色這邊 好,來我們準備囉 1、2、3 好,來你看我們這樣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又拍起來了 這樣就OK 那這個背景 我們現在雖然也是蠻單純的 可是是不是要去備一下效果才會比較好 我們去備之後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簡報 用在哪裡 用在影片裡面都OK 網頁也是可以的 好,校長感謝您 謝謝謝謝 好,那這個呢 我就把校長跟我的照片 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好,現在複製好了之後呢 您看我現在就進到我們的 這個官方網站 您點到這邊 我超天節都幫您準備好了 按下去 那我只要把它複製在我的剪貼部裡面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存下來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它本身就有多國語系 它但是就是沒有反體中文 有簡體中文而已 但是它不是對岸的 OK 你只要按下Ctrl加V 好,在這邊我們按下Ctrl加V 它就可以把我們的照片直接傳上去了 好,有沒有區配的 你看圓圖 對不對 所以以前 不瞞各位老師 我也很認真學Photoshop 但是五秒鐘就被打敗了 好,像這樣就解決了 但是它不只這樣子喔 因為呢 你看在這裡 有一個編輯的功能 所以 如果我跟校長有偷偷跑出去玩的話 我們應該 就是在這裡做的拍照 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今天 可以替換很多的背景 那當然也可以上傳自己的 像這樣子 如果呢 你只是要 就是我們 單眼相機的效果 有沒有後面就自動模糊 也可以 對不對 那我們呢 在這邊還有顏色可以選 你今天呢 小時候 我們大頭照 是不是要這個顏色的背景 現在長大之後 要這種背景的 所以你都可以看看 像這樣 你看 都OK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要保持 是背景透明的 你就要選這種 這樣子就OK 那它本身也有提供一些什麼 基本的 就是編輯 跟復原的工具 如果你覺得 我們在這裡 啊 這個麥克風 應該去掉一下 有沒有 我現在用橡皮擦 找到適當的大小 然後呢 如果 萬一擦錯了 你還可以怎麼樣 從這邊復原 所以它有提供一些基本的 簡單的 這個工具呢 讓您去做編輯 那完成了之後怎麼辦 我們就來按下載 下載 它就會幫我們這個檔案 存成PNG這種格式 那PNG這種格式 其實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呢 它是現在我們網頁上 影像上很重要的 可以帶透明度的一個 圖片格式 你看 我就把它丟進來 丟到這邊 按著 現在不想比我 好 沒關係 等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丟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 丟進去的話呢 你就不會是 好像常常都是用什麼 剪刀降弧有沒有 這樣整張都貼進去 我們可以讓它比較輕鬆的 好住了 好 好吧 它不讓我丟 沒關係 那我們這個AI的服務 它並不是只有 只有認識人 你幾乎所有的東西 它都認得了 幾乎所有東西 所以只要是主題明確 有生命沒生命 建築物啦 生物啦 通通都可以 那您可以先到那個網站先試看看 來 我把畫面還給你 好 那如果您的照片 您可以到網路上找 任何的照片 都可以試看看 找到了之後呢 只要按右鍵 複製圖片就好 您不需要把這個檔案儲存下來 您用手機可不可以用 當然可以用 它也有行動裝置的版本 好 所以呢 手機上 你可以直接拿出來 因此以後老師就知道 大頭照要去哪裡拍的吧 大頭照要去哪裡拍的吧 是不是手機拿出來就好了 找到哪都可以拍 反正背景去除了 就沒有人看得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工具真的很重要 因為老師在做教材的時候 很有需要 是嗎 不是 有時到